没有进入画院的西梦,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绘画,她一边工作,拿着镜中文书库非常微薄的薪水,一边坚持画画,不停地画,不停地创作,无论是严冬酷暑,还是白天黑夜,只要有空,她就会浮暗创作。 在舞剧当中进入哈的模式的,除了西梦,还有展卷人。当西梦在寒冬深夜当中丙烛创作冻得瑟瑟发抖的时候,展卷人也在她孤寂的办公室里,点着一盏灯,坚持做着自己的研究。 一轮明月挂在了天空,照着西梦,也照着展卷人。展卷人似乎透过这画卷看到了又冷又疲惫的西梦,为她默默地披上了一件棉衣。